戴着口罩也看得出来部长笑咪咪心情特好 毕竟这回要出访的地方 可是欧洲非邦交国斯洛伐克和捷克 推特上还说团结让我们成为不可阻挡的良善力量 这回吴钊燮主动出击 学者也认为不太寻常 以往我们的外交部长也曾经去过欧盟 或是去过欧洲一些国家 可是呢都是这个完全的保密 这次出访欧洲我方敲锣打鼓 对岸外交部当然有话说 必要措施难道是这个吗 意大利最大报网游报报导 大陆向教廷要求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提 就是必须要与台湾断交教廷则回应 希望能在北京社大使馆再慢慢审视与台关系 这代表台犯关系将有变化吗 大陆的这个地下教会啊 它还是非常的这个这个猖獗的 那所以呢中方这里一直都还是有一些顾虑 那如果说中方把这些顾虑排除掉的话 那我想这个梵蒂冈的这个问题呢 可能立刻就会有一些变化 我们愿意再次的强调 台湾跟梵蒂冈的邦誼友好 各项的沟通管道畅通 强调欧洲唯一邦交国还是好朋友 但这回吴昭燮出访 在罗马举行的对华政策会议 反倒是视讯不出席 是否有其他私下行程 到隔壁梵蒂冈维系感情 不得而知 TVBS新闻测证状态于台北 参谈到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